那你到底有没有收到过一封邮件 是里面说联盟让你必须签这份文件 你有没有收到 就一直追问他 然后他开始就没有回答 他开始就没有回答 他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方法去问他 就比如说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给过检方一封你签过的文件 他没有回答 然后他又换了一种方式去问他 你没有回答你的意思就是他不回答 他没有回答 有可能这个时候对方就叫反对或怎么样 就是检查官又叫反对或怎么样 我这里没有记 但是他没有 我这里写他没有回答 然后接着就问 那你说你签了他对不对 对的 那有没有这个联盟给你说你一定要签他 他这里的回答我不记得 我不知道他说的yes还是no 这里我没有记 但是就是说他就说 他应该说的是no 因为他下面这个回答就很有意思 他说文贵先生告诉我们在直播上我们必须签 OK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GTV 每个人都必须签 我都没听过这事情 但是你刚才说是联盟让你签的哦 这个是这个是那个Sabrina说的 对 他现在又说是郭先生在直播上 但是绕了半天刚才说是联盟 联盟我不知道 后来又说是客服 客服又联不上 然后又又又又被问出来又重复问 就最后只能说是啊 郭先生在直播上告诉我我要签的 突然想起来那个宗旨 一定是郭先生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Sabrina就很聪明很快 他非常的快 然后就说啊 你刚才说是联盟 现在你说是郭先生 好 明白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下一条出来另外一个文件 另外一张邮件 这个邮件呢 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是一个有一个就是打开邮件 这个这个是一个FMV的一个决议 一个决议的一个书 这里面的书呢 就显示出了一个他的唯一的一个董事 Soul Director 一个何先生 对吧 就那个文件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律师呢 就说啊 你看啊 这个邮件是9月10号2022年 对不对 这个文件是在刚才那个文件 就是你签过的那个文件 7个月以后 是不是 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 一般人就说是啊 因为他刚看过这个文件 马上跳到下面文件 就刚刚5分钟10分钟都不到 他的回答是 I don't remember 他只要确认的是 这个时候东西是不是7个月以后 是在刚才那个文件 7个月以后发给你的 他的回答竟然是 I don't remember 也就是他已经告诉你 他的状态是什么了 他慌了 对 他已经不知道怎么 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 所以他干脆就说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 我让Eva稍微休息几个年 我连续的 我来问一个 就I don't remember 我来问一下 昨天 我让这个咱们战友 不要了一下 昨天那个 其实一个多小时吧 昨天库老师是吧 对 不止一个多小时 一个半小时 昨天一点半开始 到三点结束 一点四十 对 我们导播可以把我们 这个放出来 就昨天的那个 Transcript Transcript放出来看一下 总共统计了一下 他是七十五个 昨天 对 就昨天 光昨天 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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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是一种策略 或者说呢 他的确 他不是说 I don't know 他是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 I don't know how to say 不知道怎么说它是正确的 对对对 或者是对他是有利的 对对对 是吧应该是这么 对我觉得是 所以呢这个 我觉得这些肯定都是 一个是已经记录在案了 对吧 那同时呢 这个法庭也都看到了 这个尤其是陪审团 肯定都已经看到了 这个就是我 我接下来要问你的 就是他可能认为 或者说我们可能 这个正常人的会想 哎呀我有些东西 我觉得如果说了对我不利 我就说不知道啊 我就不记得了 可能觉得会对我们有利 但事实上未必 对 就是你在这个法庭上 你说了这么多的 昨天一个多小时 你说七十几个 I don't remember I don't 全都那个化出来 几十个陪审团坐在那边看了 就是陪审团 会想对这种情况 他们会对 作证的政策 我们不管是检方 还是咱们这个辩方的政策 他会有什么 有可能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对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 陪审团肯定都会有很大的疑问 对吧 那你你的这个整个的作证过程当中 有一些 I don't know I don't remember 可能 还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在里头 但是你通篇都是这样 你就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他的记录里显示 80分钟的作证里头 你已经有75个 这个I don't know 平均一分钟一个 你平均一分钟一个 对吧 那这个陪审团肯定会就已经知道 你大概是 可能是在有意回避 或者说你 你觉得可能你要回答的话 是不想让这个 不想让这个法庭知道的事实 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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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叫 reasonable man 一般的这种 这种 平常的这种合理的人 在 在看你回答的时候 会做出的这个 判断 所以就为什么要 要陪审团 对吧 这是 这是 这是一个 当然这个 还要加其他的因素 对吧 就像刚才 Ava已经提到的这些因素 这些这个不一致等等 所以呢 回答你的问题就是 你不希望 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是律师 然后你的证人 到这个庭上去作证的话 你肯定不希望 你的证人会说太多的 I don't know I don't remember 对吧 对 那我们知道 就是实际上在法庭上作证 不管双方哪一方的这个作证 呈现给法庭 或者是陪审团的 要么就是你的证据 要么就是证词 对 证据一般来说 能呈现到那边呢 我相信很多都是事实的东西 你可能就没办法反驳 因为你不管它是 一个视频啊 一个文件 它截取也好 或者完整的也好 它都是事实在那边 对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 对双方对这个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 但你的证识就不一样了 对 证识为什么呢 是你说的 你只是说 然后要看对方信不信 或者陪审团信不信 那陪审团怎么来决定 我信不信你这个人的证识呢 你这说的非常对 对 就是这个一般的法律啊 这个界定这个证据 尤其是庭审的证据 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听证会上 这个证人的证词啊 一般呢 这个法律呢 会说这个证人的证词 本身就 这个可以作为证据 前提是 这个前后一致 非常连贯 最关键的是 非常详细 非常具体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作为证据 但是如果这个证词 非常笼统 非常模糊 而且呢 这个不连贯 不一致 那这个就不是可信的证据 或者这个证词不可信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 证词 必须自己 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具体 让听的人一听 哦 这个人的确 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对 经历了这件事情 对 而且呢 觉得这个 只有经历了这件事情的人 才能会讲的这么详细 这么具体 这么连贯 这么一致 对吧 你如果你问你一下子 这个 30分钟的这个证词 你说了50多个 我不知道 我不remember 那谁会相信你这证词是真实的呢 而且关键是这样 就是关键是 不管是双 这个尤其是检方在提到的是 五七年前的事情 他记得很清楚 对 对不对 没有一个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但是他昨天的事情 前天的事情 上个月的事情 去年的事情 他就不记得 完全I don't remember 对 另外一个我想问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流程上面 最后一个环节 叫closing agreements 对对对 也就是像这样的记录 一定会到那个closing agreements 对对对对吧 我想这个对 这个 我想这个李女士的这个证词 对吧 这个将近两天的 这个直接的问讯 交叉的问讯 这几个问题 对吧 这个关于这几个大的问题 这个到底是 这到底是这个 真的是什么都听郭先生的吗 他什么都听郭先生的吗 今天已经之后 对吧 这已经推翻了 对对对对 真的是所有他的这个文件 都是不看就签吗 对吧 真的所有的这些文件 都是他看了 然后不签吗 对吧 所以这些问题 到最后的话 我相信这个辩方 肯定都会再 再向这个陪审团 要去这个展示一下 就是说 这个这个 这个李女士的这个证据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对吧 检方又要用他的证据 来证明什么 那他有没有满足 检方想要达到的要求 我想陪审团会 自己做一个去 去做一个决定